嗨我是宝可梦 永丰大户数位账户2023年下半年的权益正式公告了 赶快来看看吧 活动期间呢是7月1号到12月31号 这次有一个新增权益叫做登大廊优惠 最高有3%的高利火储可以存5万块 到底谁才能够参加呢 等一下会跟大家解说 原本的旧权益的部分呢其实都是延续的哦 旧户的话呢30万可以1.5%高利火储 这个一样延续 大大的话呢就是一样是排告 大户等级的话只要绑定几个任务 一样有一%加码 指定加码的部分5%一样也是有的 这一次新增的登大廊优惠方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只要你是18到19岁 你就可以来参加登大廊专案 不论你是之前开户还是现在开户 一样都符合资格哦 5万块以内呢可以享有3%的高利火储 那么大大等级的话呢超过5万块就是排告 如果你是大户等级 5万块到30万呢可以享有1.5%高利火储 那30万以上一样是排告 跨转的部分呢大大等级给10次 大户等级呢给20次 我们这些已经是大人的人呢 在2023年下半年呢 跟上半年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大大等级的部分呢 1元呢享有排告利率 往来10万以上呢 你可以升级为大户等级 那跨转呢一样有10次的部分 如果你是大户等级的话呢 30万元以内呢都有1.5%高利火储 30万以上呢享有排告利率 跨转呢每个月有给你20次 可以让你慢慢使用 登短篮优惠方案呢 5万块以内存半年 到底可以领多少利息 如果你是从7月1号存到12月31号 5万块的3%乘以365分之184 算出来是756元的利息 这个利息虽然说不到1000块看起来有点少 但是我个人觉得永丰大户非常有心 他希望能够用高利培养这些年轻学子们 有机会呢可以来使用这些金融产品 所以如果你是大一新生 甚至大二的部分都很适合来开户 然后来存钱赚高利火储 如果你是旧户 大户等级的话呢 这个优惠专案利率30万存半年 到底可以领多少利息 30万乘以3%再乘以365分之184 算出来的数字是2268元 也就是说你30万放在大户数位账户不理他 半年你可以领到2200多元 这2200多元呢你可以去吃一顿大餐 也可以拿去投资 甚至呢你想要买联航的机票费日本玩 都可以 来聊聊刷卡的部分 刷卡回馈有没有改二呢 指定加码任务1%的部分呢 它的上限是600元 完全都没有改动 你只要完成以下的两个任务就符合资格了 大户数位账户扣角 大户卡费而且扣角成功 第二个使用电子或是行动账单 而且发送成功就可以拿到1%的加码 原本的刷卡回馈是国内1%海外2% 加上了1%之后呢 就是国内2%海外3% 对于小资主来说呢 一个月6万块以内都是国内2%海外3% 其实算是很简单很好用的 额外加码的指定特色通路 这个5%的部分 上限300一样没有改动 每个月的通路消费合并计算之后 加码5%回馈 大户等级每个月账单上限为300 回推呢大概刷个6000块左右呢 就会封顶了 基本回馈跟任务加码 合并计算最高国内7%海外8%回馈 这一次的指定通路呢 有做了一些小小的删减 乐的部分呢 新增了Disney Plus 在型的部分呢 把iRent删除 然后增加了特斯拉充电 大大应该要升级成大户吗 我个人认为呢 值得 怎么说 大大等级呢 其实都没有什么好康 只有国内1%海外2% 然后甚至存钱只有排告 但是呢 你放10万块钱跟永风往来 30万元以内呢 就可以拿到1.5%的高丁火柱 那甚至国内2%海外3% 很好用 特选加码通路呢 甚至还有国内7%海外8% 也非常的好用 如何升级呢 往来10万块包含哪些通路 台外币活定存 iBrand 基金 美股 ETF 买债券 甚至是大户 作为信贷扣款账户呢 也符合资格 你只要跟大户来做贷款的部分 只要是扣款账户是大户数位账户 直接符合大户的资格 宝可梦都怎么用大户数位账户呢 其实我们每半年 更新权益就会跟大家分享 目前的等级呢 是大户等级 这很简单 为了要拿到1.58高利火柱 还有高额的刷卡回馈 一定要放10万块跟永丰往来 我的外币存款账户 大概是放个3300左右 大概就是10万块台币 钱不够了 我就会继续来买外币 或者是从其他户头呢 把外币吸进来 证券资产这块呢 目前已经来到了300万的往来 已经来到就是人生的第一桶金 以10万美金算的话 就是300万台币 那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 这个大户等级的话呢 因为我主力都是放在美股啦 美金的部位呢 其实就会放比较多 所以就直接符合大户的 这个往来的标准 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的其他银行外币户头 有一些美金 要把它吸过来大户往来的话呢 你可以透过证券端的 封易扣功能呢 可以把他行的外币来吸进来 开立永丰金证券账户 然后在线上开立信托管理账户 使用封管家APP开立很方便 开完户之后呢 跟证券员约定 持本的他行扣管账户申请书 大概两个礼拜之后呢 完成合议 你会收到这个email的通知 接下来你就可以在 永丰金证券的封易扣网页来进行扣款 通常今天发起扣款 明天就会入账 你只要在第二天呢 把它汇到你的永丰大户 外币账户 钱就会直接进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方便的 那外币的部分呢 第一个我有购买每股ETF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SPY 它基本上呢 每一季会有一次的鼓励入账 有26美金有30美金 然后有37跟34美金 如果我的部位大的话呢 其实这个每一季的进账也是蛮可观的 再来就是永丰有另外一张产品 叫做美元必备卡 我把它来扣一些外币的费用 比如说在Facebook的广告费 或者是Netflix的这个费用呢 其实都是可以直接使用到账上的美金 所以这点呢 我觉得也是很好用 可以拿来消化美金存款的部分 证券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 记得半年前分享的时候 大概只有211还是220 那现在已经正式破300了 那我台股的部分呢 目前投资84万 它账上的金额是95万 所以也是正收益 美股的部分我投资大概195万 现在账上大概是208万 所以总报酬率大概是8.47 半年前其实美股比较差 这加起来大概是-7%左右 正负之间大概就是在10%左右在跑 如果你的投资风险承受度高的话呢 投资美股其实比较容易有资产翻倍的感觉 那2023年下半年到底永丰大户卡要怎么刷呢 我很常在旅游通路里面刷卡 比如说旅行社买行程 或者是免税店航空公司 或者是饭店类 包括就是度假村的部分 都可以使用大户卡赚7%回馈 刷6000块可以拿多少 420 如果你不常去做旅游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悠游卡的功能 就直接是5%回馈 但是这些通路呢 都是合并计算的 不是说你旅游刷了6000块 优游卡还可以刷不行 如果你优游卡要用了 那旅游通路就要刷少一点 或者是你喜欢去看剧 看舞台剧的 那用这张卡片呢 刷两庭院跟OpenTix 也有7%的回馈 这个也是很好用的 讲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上车特案呢 当然有了 这边跟大家分享 开户的时候 请你输入CTOPIA 或者是直接扫右方的QR Code 就可以直接上车了 确定有跟团上车之后呢 就可以到我的粉丝页私讯我 要求加入我们的TG社群 这是我个人主持的私密社群 那大户TG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有3000多位粉丝成员 大家都在里面呢 互相切磋跟讨论 也非常欢迎你赶快加入 如果你没有跟团上车的话 也想加入很简单 只要累积5000点的 宝可梦骂七七份 就可以申请兑换加入咯 也就是说 现在开户填上CTOPIA 加入等于是现赚5000的意思啦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做一档活动 叫做月月最高呢 送5000元的红包 这5000元红包到底要怎么取得呢 只要每个月加入大户TG的人呢 10个人就放1000块 20个人放2000 30个人放3000 最多50个人加入 那么我们就送5000元的红包 让大家抽奖 这个抽奖的红包数呢 大概就是500包以内 1000人的话呢 就是放100包 让大家每个人都有机会 在第一时间来抽奖 所以这是本团的加码 如果你有兴趣想加入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扫QRCODE 来了解一下大户TG社群 如何加入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后面这边有一排这个赠品 这个赠品呢 就是大户跟故宫合作的 这个很有趣的行李吊牌 这叫做有生意 也就是说你出国 如果把这个挂起来的话呢 你就会赚大钱 那我们这次呢 特别争取了10组 行李挂牌的部分 有兴趣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参考 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有这个相关的活动详情 欢迎来粉丝页参加活动 就可以把这个奖品带回去咯 我觉得永丰大户数位账户 最佛心的一点就是 他没有分新户或者是旧户 不论你在哪一个时间点上车来开户 都可以享有完整的权益 所以这一点呢 就不会做这种所谓的大小心 像台信Retra的话 他就是会分半年 半年之内是新户之后是旧户 但是永丰大户不玩这一套 他是一视同仁 只要你有这个账户 你就可以享有完整的权益 所以这点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所以也建议大家呢 就是及早上车 就可以越早使用产品累积资产 然后进而达到财富自由的梦想 我的梦想呢 是希望我能够在十年之内 累积到一千万 那目前已经累积三百万了 继续努力 继续存钱 继续投资 很快就可以达到一千万的梦想 这样说不定就可以退休了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